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新指標 我是黃紫冬 今天我們的台北股市還算給力啦 到中場 今天早上原本大家覺得 又是恐慌性賣盤的一天 結果到最後以上漲52點做收 如果我們看上市跟上跪的漲跌加比 你都會發現上漲加速 比上比下跌的加速還要多 那今天的盤市為什麼會這樣子走 我們就以技術分析的面向來探討 這段期間我跟投資人講 我說你過去的操盤技巧 你拿到現在來看未必適用 為什麼來我們直接來看 你有沒有發現市場上面投資人 如果以長期來看就有的技術分析 你的停損點 你可能會停在前波的低點 今天有沒有洗破 有 就是一開盤洗破了之後開始往上拉 那市場上面大部分的散戶 小散戶 最喜歡就是一開盤先做動作 你要買股票或者是你要賣股票 大部分的小散戶們 都是喜歡一開盤就做動作 在9點半之前把你要做的事情做完 但是我跟你說以中時戶的角度而言 它反而是會跟你相反 它反而會喜歡在9點半之後 才開始做動作 因為早盤通常容易超買超賣 9點半之後 盤勢或者是個股 會開始走回自己原本應該有的步調 好 那以技術分析來講 這段期間其實是我們台股 甚至是雅股先跌 才輪到美股了 所以昨天投資人你可能會說 為什麼我跟你說 大家應該是今天早上賣股票 想說完了完了 美股四大指數全部中錯 尤其是跟我們聯動最深的 廢城半導體指數 跌得最兇 所以大部分就會以為說 今天應該是跌得最慘的一天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台北股市的中時戶 消息非常的靈通 總是會走在這些技術現行之前 所以你如果是今天早上 你去賣股票的投資人 可能就有點可惜了 我們還是以技術分析的面向 來跟投資人探討 不只是大盤 因為我今天後面介紹個股的時候 也是要告訴你 現在個股的主力也是這麼玩 過去技術分析會告訴你說 哇你的停損點 你要設在前波的低點 但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的主力怎麼玩散戶 就是給你洗破了之後 然後開始進行怎麼樣 買股票的動作 前面我跟你說 第一個整個大盤這個地方 你能不能說 哇紫跌即將再攻另外一段 你不能看得這麼樂觀 前面我也跟你說 前面等著你的還是負雲帶 負雲帶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壓力 但是不信中的大性 就是它的負雲帶非常的薄 只要台股第四季 如果有主流股進行拉抬 或者是進行上攻的動作 這個雲帶其實是會過的 但是我們要先講到今天10月5號 收盤16460 能不能夠站穩 至少我會看會有一個小反彈 因為我跟你講 KD指標的快值 K值來到17 因為前面我有跟你說嘛 什麼叫做BK指標 就是KD加布林 但是布林目前為止 開口有一點外擴 外擴的布林指標 有的時候會失準 所以你就必須要再加一個指標進來 稱之為BK指標 BK指標剛好來到轉折點 不只是布林指標 KD指標 剛好今天收在17 有一個小箭頭在這個地方 來導播稍微放大一點 也就是說 開始進行跌升反彈的動作 所以這段期間 投資人這兩個交易日 投資人可以進行一些指數 期貨的反彈操作 那你說老師 你研究技術分析 講這麼多 你今天有沒有做動作 當然有 來我們先看期貨選擇權的部分 這段期間我跟你說 我們不是每天在那個地方 進行抄底抄底抄底這樣子 每天在那個地方低階低階 我們是等到一個 絕佳的制勝關鍵點位 這一段轉折 我們才開始抓 我們抓的時間點 出現在今天10月5號 早上的9點55分 為什麼要等到早上9點55分 因為最近的大盤 或者是個股賣壓都很沉重 9點55分 慢 雖然慢 因為它的最低點 出現在9點20分嘛 你說老師 那你為什麼不9點20分 你就進場做動作 因為我是老師 我不是神 我是一個交易者 不要整天幻想著 買在最低點 賣在最高點 我們買在一個確立的點位 賺這一段 我認為其實也還不錯啊 抓勝率最高的點位嘛 9點55分 進場 16800的月選 買權 那投資人 如果你有在跟著我們一起操作這個衍生性金融商品 你就會知道 選擇權其實是最難操作的一個商品 因為它的時間點要抓得非常的準 早一天晚一天 有的時候即使是價格來到你原本的成本價 期貨的成本價 選擇權的價位都不一定會回來 因為會跌掉時間價值 所以如果你要抓反彈 你要抓一個轉折點 選擇權是一個很考究功利的商品 掛88 到今天的收盤 收在122 報酬率正38% 以選擇權來講不會很多 但是我們拿我們的訊息是要讓投資人知道 第一個我們的方向怎麼看 這個地方至少會有一個反彈 但是為什麼我們台北股市這段期間 為什麼我也只敢看一個反彈 因為這段期間我說除了外換之外 最重要的是內優 內優就是昨天我上半段 跟你花很多時間講的一個族群 叫做航運概念股 我今天的標題跟昨天的標題 一模一樣都沒有換 因為今天你可能會認為說 哇 市場上面很多人跟你講 航運這個地方要進行大抄底了 這個地方要絕地大反攻 那我跟你講 我直接明著跟你講 會跟你講說 哇 航運在這個地方差不多了 可以買 原因是因為什麼 原因只有一個 因為他從前面一路買到現在 這個地方一路套到現在 他至少跟你講 這個地方跌的差不多了 即將大反彈 甚至會只秀今天的線圖跟你講 你看今天是一根紅K 多漂亮對不對 逆勢上工 大錯特錯 那是因為 人家別的老師代會員已經套了 短短的這幾個交易日已經套了20% 他只好拼命講說 這個地方你不要賣 你不要賣 你再撐一下 那我想現在的投資人 你去市場上買幾本技術分析書 也告訴你 你要顏色停損 10% 15%其實就已經是很多了 因為你家不是開銀行的 你就已經知道方向不對了嘛 但是那些老師 因為錢不是他的 他是代會員 你賠錢是你家的事情 但是我卻怎麼跟你講 航運的困境不在基本面 不在技術面 別人一直跟你分析說 他的基本面多好 本益比很低 甚至用技術面操作的會跟你講 你看9月是不是2點連一線 所以這個地方你已經可以進行抄底了 結果發現幾個交日一破 全部要進行停損 如果你是主力 你也知道前面很多的散戶 買了幾本技術分析書 就進來操作的投資人 在這個地方 他會拉到這個地方 讓你怎麼樣 原本虧錢變成解套 有這麼好的主力嗎 有的話你介紹給我 所以投資人 我的標題今天沒有換 如果你以為今天是一個 起漲上工的開始 那我覺得你未免把股票市場 想的太簡單了 好 但是有些投資人 現在投資人做很短嘛 去做當充 去做隔日充 能不能搶一個反彈 有還是可以 但是三檔裡面 昨天我是不是花時間講 我說三檔 其實籌碼都不好看 最差最差的其實是長榮 大股東的持有率 不是有 公司的內部人老闆出來放話嗎 說我們看得很好 那請問為什麼大股東的持有率 是一路往下降 一個人做的 跟一個人說的 基本上你要看一個人做了什麼 你千萬不要聽一個人說了什麼 因為說誰都會講 出來講利多誰都會講 上市上櫃一千七八百檔裡面 有哪一間公司的老闆 整天出來放自己公司的利空 全部都是講利多嘛 不要聽他講 看他做了什麼 長榮的大股東持有率 減少了這第三季 減少了20% 陽明好一點 減少了15% 裡面唯一籌碼最漂亮的是萬海 大股東的持有率只減少5% 但是畢竟還是往下掉的 所以如果你要說本益比很低技術面 你要說你要進行抄底 這三個族群我跟你講 這一個時間點還不能碰 唯一2615的萬海 今天是三檔裡面2615 萬海今天漲4.53% 所以這就解釋了 你用籌碼面來解讀 不就解釋了 為什麼今天陽明比較弱 還有為什麼今天長榮也比較弱 唯一稍微比較強一點的 只有這一檔2615的萬海 這段期間 麻煩你把籌碼分析的比重 稍微拉高一點 可以救你的命 內憂外患 內憂的部分 我們就解到這個地方 不多談 因為這個地方 我說你要信你就信 你不信你沒辦法 你還是整天在那個地方 我來進行抄底 那市場上面大部分的人 去做航運 原本是說 底部反彈 現在越做越短 只敢做當衝了嘛 對不對 跟你講說 我們的航運 我們只做短線 原本是跟你規劃說 本益比很低 基本面很好 在節目上面跟你分析 是跟你分析說 會有一個大波段 實務上你看他拿的訊息 他的操作 全部都是跟你做當衝啦 對不對 我坐在這個位置 我也是老師 我們看的是門道 別人的那些 小伎倆 基本上逃不過我的法眼 所以這個族群 我們不講 不會讓你反敗為勝 你前面虧的 今天漲4.53% 哇好高興喔 絕地大反攻 你如果是從 300塊一路買到現在 今天漲了一個4%多 你開心的起來 很有鬼 好來 這個族群 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內優解決了 我們稍微來解決以下外患 基本上第一個 前面我跟你說嘛 10月1號 前面原本是國會 是通過了一個 臨時開支法嘛 那現在目前為止 還是有倒債的風險 那你家說 市場上面兩派 就是在掩掩喉戚嗎 說啊 你不可以等到10月18號 不可以等到這麼晚 那現在又有倒債的危機 所以這個法案 必須要快點通過 掩掩喉戚 終究會過 所以美國股市 有些人會說 哇殖利率攀升 我認為這個東西不是問題 現在1.58% 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過去我們台北股市 美股的殖利率在2%的時候 我們大多頭 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 所以 外患的部分 這個問題我認為 其實它不算是問題 你反而 如果你是做指數 或者是你做個股的話 這個地方 你可以試著稍微進行 敲底的動作 前面我看保守的問題 我認為無解的問題 是中國股市的問題 是因為目前為止 缺煤限電的問題 現在新的消息 不是說連印度也缺煤嗎 蒙古也沒辦法支援 中國市場 唯一還有辦法解救 解救燃煤之急的 這一個國家 叫做澳洲 但是願不願意賣 我想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政治問題 未必會賣 就算是賣 價格也會拉得很高 所以從9月底 我們開始先做一個動作 10月1號的時候 我在我的節目上 也公開這份訊息 來 近期我們操作得非常保守 我們9月底的時候 盤勢不對 個股不對 我們也先做了一個 順勢減碼 或者是乾脆 先做一個出清的動作 先停看廳一兩天 如果你是我們的會員 這兩個交易者 是不是我們的動作非常少 那是因為我們不搞那些什麼 每天在那邊衝來衝去 你自己去做就可以了 我們要做 是要抓一個好的波段 前面我跟你講嘛 一個好的波段 獲利率至少是10%以上 前面有一些個股 例如說像中探針 有些人會說 老師 你怎麼沒讓我賺到10%以上 甚至你可能還會被別人攻擊 說只有6%也敢拿出來講 趨吉避凶嘛 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我在這個地方 9月30號我跟你講 你先出清一趟 當然多方格局沒有走完 但是你要不要承擔 這一兩根的風險 你要不要這樣子死多頭 一路這樣爆上爆下 也不靈活 這樣子操作也不好 抓這一段 幾%不是問題 重要的是趨吉避凶 能不能夠帶你避開這一段 這是重點 好 所以極當股票 即使前面我跟你說 即使我們是看好波段 但是我們也不會臉紅說 哇 只賺這麼少就拿出來秀 不對 我是要告訴你 一檔股票 進也要懂得出 但是我跟你講的 這些個股 中探針 連貌 其紅 漢磊 尤其是今天漢磊表現得不錯 這些全都是基本面穩健的個股 籌碼面良好的個股 這才是拉回找買點的個股 不在航域 在這些個股裡面 但是我說 你進出場 你也要非常的小心嘛 第一個 前面我們也修過訊息了 9月28 賣的也很漂亮啊 9點31分 為什麼賣 因為這一檔個股3017其紅 開始轉弱的時候 阻力掛了一些虛單出來 原本他們不會這麼做 掛了一些虛單 那我想進來股票市場 你應該也知道現在的阻力很賊 你就必須要這麼操作才可以 抓出一些不尋常的資訊 3017的其紅 現在股票市場怎麼買怎麼賣 可能跟你過去想像的不一樣 前面我最常舉的例子 第一個 我們一路跟你關照 一路跟你關注CCL的連貌 但是我也跟你說 6213的連貌 是不是一路大多頭 6213的連貌 來 跟我前面跟你講大盤的 技巧一模一樣嘛 我們什麼時間點買進 如果你要賺錢坡一個大坡段 你就必須要能夠耐得住這一根 9月8號 因為9月8號 你按照過去教科書告訴你的 是不是 就是你會注意這檔股票 最早最早應該是9月1號吧 誒 一根爆量的長紅K 技術分析書告訴我說 這個地方只是第一根紅K 我可以買 好 你可能買在9月1號或者是9月2號 教科書告訴你 你要守哪個點位 這根紅K的低點嘛 結果主力做了什麼 主力刻意洗破這一根紅K的低點之後 開始進行一波強勢拉抬的動作 我跟你講股票 你有沒有想起來 今天我一開始跟你講大盤 為什麼到這個地方 你才可以開始進行抄底的動作 因為現在的主力 他就是要洗破關鍵架之後 他才在這個地方拉 前面 這個地方 他在這個地方拼命撐有用嗎 當然沒用 等你散戶全部賣出的時候 今天才跟你打出一根下影線 這是現在主力的操作手法 投資人你必須要非常的謹慎才行 大盤也是一樣 個股也是一樣 這段期間 如果你不懂得操作的話 有的時候不是個股的問題 當然前面一開始 這兩天我跟你講 我說 如果你選到的是航運的話 那就是你選股的問題了 但是你發現說 你已經在操作一些優質的個股 怎麼還是操作不順 當然你可以掃描QR Code 看看跟我們有沒有合作的方式 中間兩分鐘廣告休息時間 投資人你可以先做動作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2-2781-0909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 不再 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 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好 歡迎回到第二段的節目現場 剛剛上半段 前面我先跟投資人講 如果你是第一天看我節目的話 歡迎你 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是你要用搜尋的方式 搜尋小老鼠FGT-0262M 因為今天我們額外講一件小東西 今天連清管會主委黃天木都出來講話了說 最近連他自己都收到了很多詐騙訊息 我也算是一個小小有知名度的老師 所以我的頭像 也在各大社群平台 有被人家冒用過 例如說叫你去買一些港股 去買一些仙股 前面我們有在節目上呼籲過 第一個 我們的帳號是 小老鼠FGT-0262M 你掃進來 上面的就叫做黃子東分析師 甚至我說你進來 你不要害羞 如果你有股票的問題 通常都是有股票的問題 才會掃描進來對不對 你也不用害羞 來直接問我說 老師 你手上的 我手上的股票有一些套牢的 應該怎麼辦 哪一些個股要賣 哪一些個股可以留 不單只是會員 我們沒有那麼吝嗇 如果你甚至是 你只要是我的粉絲 有在看我的節目的話 有一些個股的問題 只要我有空 都是我本人 我都會親自回覆你股票的問題 不是請一些助理在那個地方 跟你講一些什麼廣告台詞 不是 就是股票的問題 就是我本人親自回覆你 所以你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是用搜尋小老鼠 FGT-0262M 這樣的方式 這就是我本人真正的帳號 好 這個地方是額外化 我們講回來盤勢 前面我跟你說嘛 股票是這樣子的 有賣才有買 因為這段期間大部分 市場上會跟你講航運的 我跟你講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前段期間 他套得太深 這個地方 隨便進行抄底的動作 技術分析跟你說 打了一個W底 但是他卻少分析了 籌碼的面向 所以這段期間 我是不是比較偏重於籌碼面的分析 在節目上面跟你講得非常的細 所以我們不是買股票 從頭到尾就跟你講 一檔 然後套在那個地方 相反的 我們是靈活的操作 有賣才有買 9月28號 我想聰明的投資人應該就知道 這些個股 我們做一個下車的動作 9月28號 剛好就是大盤的起跌點 這一段前面 我有跟你說 接下來是短兵相接的時刻 有一些個股 他的籌碼面不好 最直白的例子就是 航運類股 他的籌碼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差 甚至為什麼今天的大盤 我甚至是稍微比較偏向於悲觀的 因為到今天為止 航運類股的成交占比還有26% 這正常嗎 這當然不正常 過去航運類股的占比其實還不到2% 結果現在拉高了10倍到26% 這是一個台北股市正常的盤勢嗎 其實恰恰好 倒過來啊 如果市場上面還有一些人 整天在那邊跟你講航運 他就是造成股票市場下跌的元凶 連怎麼分析類股其實都不清楚 只會滑中取寵 現在這個族群成交占比很多啊 他為了息會員整天跟你講 我衝來衝去 這是不對的 大方向是不對的 當然相反的 除了航運類股之外 我說如果現在是一個 多空分明的第四季嘛 如果有一些個股 他的大股東整整賣了半年 持股從49%掉到35% 如果你要做空的 能不能做一些短空 能不能做一些避險單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他就會複製航運類股的走勢嘛 前面撐在那個地方 結果大股東不知不覺 不斷的降低持有的比例 那你就知道這檔股票 後面的走勢會怎麼樣 所以我說你現在持股要精簡 你可以撥一部分 跟著我們操作避險單 當然啦 現在講空 有一些投資人可能不做空 那我們就來講 哪一些籌碼選股 會選出來的好股票 在哪裡 前面我們是不是跟你拿過這份表 整整9月就跟你談這幾檔股票 你會發現 這幾檔股票 6411今天漲停板 當然前面經過了一個良好的修正與拉回 甚至是這檔股票 343的創意 今天也表現得不錯 如果你是抱長波段 今天我跟你講 從9月28號到10月4號大盤表現得不好 你可能那是因為 你可能手上你有的是航運嘛 所以你當然會說真的真的 盤式表現得很不好 但是你如果抱的是長波段的創意 其實你會發現 從9月底到10月4號 這一段修正 這一段拉回 其實不過就是正常的拉回而已 今天是不是直接跟你拉回這個前波的平台 甚至你不知不覺 如果你抱的是一檔好股票 你會沒有感覺 你甚至會覺得 不過就是正常的休息 正常的拉回 講到這檔股票 今天時間不太夠了 所以你可以掃描QR Code 今天會跟你講 真正這段期間 真正唯一的一個族群叫做低軌道衛星 低軌道衛星這段期間 我們就可以講到一檔股票 6568的宏觀 跟你講這檔股票 不是要叫你現在買 因為投資人你看得細的話 你也知道 距離多空線 距離正雲帶 還有一點點價差 你不要在這個地方 隨意接刀子 反而是要跟你講 前段期間 宏觀這檔股票 賣在最高點的是哪一間券商 你去抓出來 這就是下一波的起漲點 其中一檔我們今天也開成布公 就是今天表現很好的創意這檔股票 那節目時間不太夠 沒辦法在這個地方 細細跟投資人分析 如果你對我們的操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跟上我們的腳步 一步一腳印 接下來逆勢領先強分股就是你的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集見 大家看起來 我們下集見 acred愿 在這一題 中華겠습니다 芮